上课,再说一点,我这个讲课啊,几乎每次课都不一样 你们看我上课的讲法,跟书上的写法不完全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每次都根据我体会你们在学习里面的难点,什么点 给你们讲一些,这个是什么思想,为什么这么正 都讲一些这些东西,结果你这些有的都不记,下去以后又去翻书 翻书的话跟我讲的不完全一样,你又产生了很多麻烦 所以你们最好还是做一点笔记,比如像下面的这个东西 我还是要做笔记的,不做笔记你回去书就很难看 我就是,虽然书是我写的,我也可以变化了 因为我每次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想想这个地方应该这样讲 比那个更好啊,是不是?所以它总要变化的 假如我每次都是念书的话,那你不要我也可以啊 你可以找一个录音机的人,就放不见,又不找教员讲了嘛 既然我讲了,你一不记也不听 回去以后又重复一遍,就等于拿录音机再听一遍 那你就浪费了,所以我说你们还是要这个,有的东西必须要记 不记的话,我跟你们这么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家庭比较困难,我根本就没买书 就是记的笔记,就是靠记笔记 从来没买过书,那就也照样可以了,对不对啊? 这个记笔记有时候记得不完全,不完全更好 回来以后再推,你把这个全推出来,你不就学会了吗? 不就这个功夫啊,你这就念就这么念出来,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们这么好的条件,这个好好利用嘛,对不对? 这个,所以我想就是,底下我讲的东西也一样 你们要记,为什么要记?我等一下写出来就知道了 你们回去看看书也就知道了 那段书,我底下讲例子的时候就说给你们听 我就先讲,这是群作人的应用 说应用,我就先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啊,是这样的 这个,我说是瓷砖啊,是一个瓷砖 这就是的,我猜一个讲的 这个,是一个例子啊,是一个山东西也看到的 这就是这个,是不是遥自己的 这就是跟着蓷砖啊,是一个点性的 那为什么说它这个磁砖呢 它的正面和反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这个正面有个图形 我这是故意的了 这是数学上最简单的图形 没有哪一家的磁砖画这个的 画了这个谁也不愿意用了 这个我只是举它这个东西 借用一个名词来说一个数学问题 那比如说我这个磁砖上 有个六角形 然后在这个六个顶点上 还画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里面可以做颜色 可以做颜色 也简单的很 这都涂得要命的 黑白二色 这个磁砖 说磁砖 是实际上说它正反面两面不一样 磁砖中正六角形 顶点上 有三个白的 三个黑色 三个白色 三个黑色 问题可以能够组成多少种图案 几种图案 几种图案 那么第一件事情 我是画了六个点 都给它打上这个标号了 那就说你在这个上面 可以任意去画颜色 但是呢 怎么画 它都有三个白的 三个黑的 就是了 那么三个白的 三个黑的 就画的方法很多 很多了 有多少种呢 C63 一共二十种 对不对 是二十种 六个里面取三个 三个白的定了 三个黑的也就定了 是吧 所以是二十种 所以本来呢 应该说 应该有二十种染色法 这个其实名字都不是太 什么的 咱们借用 不是个标准名字 有二十种染色法 是吧 你取了三个 另外三个就定了 二十种染色法 但是这二十种染色法呢 从这个实际情况来看 有的是一样的 但是作为图案呢 作为染色法 不同 但是作为图案 应该是 算是一种 那举个例子 你这三个白的在这 三个黑的在这 这三个白的在底下 我让它转一个 六十度 把这个三个移下来一格 这三个往上移一格 这个图案没变化 对不对 这个砖头 没什么太大变化 这个 这个 那么原来是 这三个是白的 那么现在这三个白的 这三个黑的 对不对 作为图颜色来讲 是图的不在相同的位置上 但作为图案来讲 它也没什么不同 当然我这个 划的还有 框框划的不对 咱们在 为了使得这个 数学上不要漏洞 咱们框框划成圆的 外头就被影响了 这么咱们 这个数学上 把它尽量简化 这个问题 这两个东西 比如这个 右图的两种 这两种 是一种图案 因为你只要把这个 旋转六十度 它就一样了 旋转六十度 对图案是一回事 它还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 就跟 这个东西 可以放到这样看 放到这样看 还是它呀 只是不同位置而已 所以 它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 再说的 这么一点 比如在中间 把它的中心 叫做欧 是吧 实际上 任意图案 任意一个染色法 经过 绕欧 旋转 旋转零度 六十度 一百二十度 一百八十度 二百四十度 三百度 是吧 读得到 同一图案 同一个图案 我们也看到了 一种染色法 通过旋转 可以变成另外一种 染色法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群作用了 我们这个旋转呢 这六个旋转 这六个旋转 这个是T0 T1 T2 T3 T4 T5 是组成一个群 一个群基 然后二十种 染色 染色法 的集合 既为M 二十种染色法 那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还可以有别的 对不对 那比如把这个白的放到这来 黑的放到这来 不是又是一种了吗 二十种 二十种染色法呢 它有一个集合 叫做M 这个G呢 在M上有群作用 就是刚才这个旋转嘛 这个转法 大家知道 怎么转 把它转到这来 这个已经会了 这个会转 别的都会转 所以它就 在M中有群作用 有群作用 那么从上面这个看来 经过这个里面的任何一个旋转 把一个染色法 变成另外一个染色法的话 这个两个染色法 在我们的群作用的名词 叫什么呀 就是说 用我们群里面的一个元素 把这个染色法 变成这个染色法 这两个东西 有个名词叫什么东西啊 在同一轨道上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刚才说呢 这个同一图案 什么东西呢 两个染色法 能够用 集中的元素 互变 是吧 互变 就是一个图案的 当且紧当 它们在一个轨道上 轨道就是互变 把这个可以变到它 就叫它在它的轨道上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互变呢 我们把它看作是什么呢 看作同一个图案 能够互变的是同一个图案 那么同一图案 就在同一个轨道上 同一个轨道上呢 就在同一个图案 所以它的图案的数目 就跟它的轨道的数目是一样 所以这个图案的数 等于归 所以第一个分析 你看 这个具体问题啊 最后它是 是一个群作用的一个表现 群作用的表现 这个问题可以用群作用来算 也可以用这个组合的方法 自己凑出来 一点不用这个群作用 也可以凑出来 反正就只有几种图案 反正白的黑的 你再来去弄呗 是吧 这个弄的没几种 最后只有四种 但是呢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给你弄的多一点 十二个点 上面 每一个上面有三种颜色 每一个都可以涂三种颜色 红 黄 蓝 三个颜色 而且数目不定 可以放一个红的 两个白的 两个蓝的 什么几个黄的 你可以随便来 这个情况就复杂了 那种组合的办法 你就脑子就数不清楚了 这个当然 一共就是两种 只有六个顶点 所以你还可以数得出来 群作用在那个时候 就是靠计算 群作用的办法 告诉你一个计算 所以我们呢 只是用这种典型例子 说明数学的这个思想 不是说 这个问题就非它不可 不能用别的办法 这个问题 还可以用别的办法去算 但是这个问题呢 因为简单 所以说明这个问题的思想 就比较容易一些 容易一些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事情 好 下面的事情啊 就是我前天 我前天就开始备课了 我跟你讲 下一堂课有什么问题 没有先想一想 你们看看这个书上就有了 一个图形 这个图形比较具体 说它变成什么样子 很具体 如果说任意一个图形 经过群作用变成谁 然后还说 变完了以后 说是如果还是不变 这个原来图形应该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一个图形 经过某一个元素 变成另外一个图形了 说 虽然是变成另外一个图形 但是两个图形是完全一样的 它有什么条件 那么我们这个书上 写了六种情况 六个变换嘛 六个情况 这是我当时写书的时候 就是脑子里面想这个东西 把这个图权放到脑子里面去 把这个条件写出来了 我想了 讲过一次 也想过几次 我想都挺麻烦的 一弄就乱掉了 这个点跑到哪圈 那个是哪个跟哪个一样啊 都是说不大清楚了 所以后来我怎么想 能够讲了这个 容易清楚呢 否则课堂上讲 我脑子已经 已经是要很抽象的东西 把它放在里面讨论 你们就更麻烦了 所以后来 前天嘛 前天晚上我在家里面 想问题 想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法 图示法 用符号来图示 我们说 染色法 符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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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怎么说呢 在顶点 I上 是染的颜色 即为 AI 抽象了也是 反正好办的 AI 这个AI呢 就只有 我们两种情况 所以我们说 AI 它应该属于一个什么集合呢 一个是白的 一个是黑的 I等于一二到六 这一个东西 所以一个染色法呢 它这个就可以表示成 染色法 这个染色法 这个染色法 表示为 这个图 原来是画圈 是什么颜色 我现在用符号代表这些颜色 因为这每一个不是代表白的 就代表黑的 好 这是一个 它这个图 任何一种颜色法 都是这样 然后 然后 M中的染色法 它只允许什么呢 只允许 有三个AI 为白 三个AI 为黑 黑 那么这个一清除了以后 我们就很容易旋转了 你要旋转60度 A1到这儿 这就是A1 A2 A3 A4 A5 A6 对不对 它把这个图就变成那个图了 这个就好算一点了 所以我们先把它定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下面就计算轨道数的一个定理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季的题目 叫轨道数的定理 你不讲图案吗 图案就不需要算 它有多少个轨道 轨道数 轨道数就有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的证明呢 我们先不讲 我们就把这个结果先说出来 先算出来再说 这个轨道数的定理是这么说的 这个我们就把书念嘛 它的证明底下再说了 这个叫定理 就是计算计算轨道数的一个方法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 只是告诉你一个算法 它说是有限群G 作用一个有限G和M上面 对任何一个G属于大G 令M中比G固定的元素 它变这个M里面的元素 有的元素没有动 有的元素动了 它把它固定的元素 就称为G的不动元 不动元 那么每一个G 它的不动元的集合 是它 为什么叫这个呢 这个叫Fixed 这是不动元 固定的元 不动元 Fixed Elements 将来因为说图谱 说不动点 Fixed Point 就是怎么样 那么我认为打一个记号 就用它 这个集合 那么它里面的元素的个数呢 就有打一个这个 那么它就说了 则M在G作用下 的轨道数 为它算出来是这个数 把G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都去求它的 不动元 那不动元都有一个总数 然后把所有的元素的 不动元加起来 再除一计 实际上是 每一个元素的 不动元的平均数 这个平均数就是轨道 这个结果也挺漂亮 对不对 但这个结果 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公式 为什么呢 每一个元素都得算 它不是个简单公式 对不对 你如果用G表示出来 就好多了 那这个简单 它不是 它用这么一个公式来算 但是它告诉你一个算法 就是你去数轨道 怎么数啊 我们有些同学 就算培级 不会算 比如S3 C3 这是一个子群了 我就算 C3在S3里面的培级 或者左培级 或者右培级 怎么算呢 它说我上面写得更坏 写得个写出来 它写不出来的 那是要算出来的 这个写就是要你去算 怎么算呢 你就得我们过去 有一个公式了 这个G 是这样的公式 对吧 比如说这个公式 这个呢 它反正是一公式 有限个了 对不对 你先随便算一个培级 随便拿一个 一个元素 一个G 然后用H 跟它去呈 呈完了得到一个培级 一个集合有了 如果这个培级 算完了就跟G一样了 那就没了 对不对 要如果G里面 还有元素 不在这个培级里面 我们第一个培级 对啊 然后第二是怎么办呢 再找一个G2 所以 G里面呢 但是不在G1H里面 然后再算G2H 对不对 这么又算一个了吗 你就这个办法就往下跑啊 这个G G1H G2H 这个G3H 有限不一定穷尽啊 没有必定办法 算培级就这个办法 所以我们算的培级的 那个例子啊 都是极其简单的 算两三个培级就完了 为什么要这个呢 你不算的话 到最后培级是什么 还搞不清楚 这就我说了又到最后的了 数学就是要有例子 没有例子就不晓得 所以你必须算几个培级 试试看 就知道什么叫培级了 那就这么算的 算完了就知道了 比如像这个一公里 几个培级呢 这个C3是几阶的呢 是三阶的 S3呢 是等于六阶的 所以它的这个培级的数目 是S3 一公里两个培级 你还不敢算它 你随便算 怎么算它都这两个 总之一下子就算完了 这个也一样 这个就麻烦 每一个元素都在算 它的不动员的集合 然后把这些数字 再加起来除一除 就这个 但是呢 它不管怎么说 它告诉你一个算法 虽然这个麻烦 但是它还有个办法去算 你平时要分析这个轨道啊 挺复杂的 不太好算 这个告诉你一个算法 好 现在我们就来 做这个事情了 这个公事有了 这个公事有了 那么我们 我们来算一下 对这个 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磁砖上面的这个群 是一个旋转群 六个元素 六个元素 M呢 是二十个染色法 这个集合 每一个元素 在这上面有几个不动员 就是算了 所以下面就算不动员 上面算不动员 好 我们来算 算T0 旋转零度 对不对 它是横的变幻 横的变幻怎么样 它把每一个 这个染色法 后来这个图都不动 对吧 每一个都不动 所以它应该 把M中 全部 这个染色法 不动 共有 二十种 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算T 旋转六十度 这些啊 我们都是先做反时针 反时针 往上转 好 任意一个染色法 任意一个 这个 我们现在 书上把它叫一点二 这个图 一点二 因为书上有了个一了 一字不好办了 没有原来位的图叫一点二 它 把一点二 变成谁呢 它变成这样了 那地方是三 是吧 这就是二了 这是一了 这是A6了 这是A5了 A4了 A3了 原来A1在这儿 现在它到这儿了 它应该变成这个 右图 如果 体一 不动 一点二 就是说 它不动圆 就是说 转完了以后 这个染色法 跟原来就是应该一样的 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两个染色法 要一样 要一样的话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位置上的 颜色 和这个地方位置上的颜色一样 这个位置上的颜色 和这个位置上的颜色一样 这个相应位置上的一样 所以这个两个染色法 要完全一样 所以这两个染色法 完全一样 所以它的冲药条件是 就可以写出来了 这边是A6 等于A1 A1 等于A2 A2 等于A3 A3 等于A4 A4 等于A5 A5 等于A6 对应位置上的颜色要相同 就得到这个颜色的一个对应 这个相同 实际上全都相同 也就是 全部颜色 都相同 对吧 你看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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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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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 A5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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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再算T2 那旋转120度 然后呢 它把这个1.2 变成这个东西了 这个A1到这儿来了 A2到这儿来了 A3到这儿来了 A4到这儿来了 A5到这儿来了 A6到这儿来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要变成这个 这个不懂了 那么这两个染色法要相同 就当前紧张 A1等于A3等于A5 A2等于A4等于A6 就它要使它不动 就是这两个染色法 就完全相同 要相同 它说条件是它 那就是A35上面的颜色一样 A26上面的颜色一样 正好啊 三个啊 所以它指M中 有几种可能性呢 这种染色法 这两种 一种是这个上面放白的 这个上面呢 就放黑的 一种是这个上面放白的 这个上面放黑的 所以M中有两个这样 满足这个条件的 G A1等于A3等于A5等于白 然后另一个是黑 A2等于A4等于A6等于黑 另一个呢 或者A1等于A2等于A3等于A5等于黑 A2等于A2等于A6等于白 所以它的不动员有两个 所以T1在M中 T2的有两个不通缘 好 这是一个 好 然后再看T3 是旋转180度 那我这个就简单一些了 因为我图都会算了 所以如果T2不动 1.2 是吧 它充分必要条件 充分必要条件是1到4 3到5到6 5到2 是吧 互相对起来 充分必要条件是A1等于A4 A2等于A5 A3等于A6 反正是黑白两种颜色 你往上添 各种可能性算下来 都是有偶数个顶点上 是同一个颜色 所以不管任何情况 有同一颜色的 的顶点 数等于偶数 不管怎么样 要么是两个 要么是四个 要么是六个 同一个偶数 这也不是M中允许的染色法 是吧 因为M里面必须是三个对三个 是奇数啊 所以呢 这不是 M中允许的染色法 所以T3在M中 无不动员 所以这个就算出来了 底下就更简单了 底下为什么可以更简单呢 我们来看这个了 T4 应该是旋转多少呢 240度 240度啊 是反时针啊 对吧 它相当于顺时针 120度 这个情况和上面 反时针 转120度是一样的 所以应该是 与T2 类似 在M中有 有两个 不动员 然后还有T5 T5 是旋转 300度 应该是 与T1类似 在M中 无不动员 这个 每一个群元素的 M中的 不动员的数目 全算出来了 这一算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 所以轨道数 所以 轨道数 G的话是等于 六分之一 然后这是20 加上0 加上2 加上4 是吧 加几家 就是2 跟着全是0了 然后加0 再加2 再加0 这里面是24 除以6 得到4 所以轨道数 是这个 所以图案的数 也是4个 好 这是 这个题 就说明了一个 用群作用 来计算的一个例子 但是这个题 本身来讲 可以不用群作用去算 很容易算的 说 三个白的连在一起的 两个连在一起的 各一个是白的 两个白的连一起 各一个 还有各两个的 但是不会各三个 那就这么几种 一下就算出来 三个白的 三个 或者是什么的 反正一共就几种 一下就弄出来了 所以这个 很好算 好 这是一个 我下面再说一个例子 这种东西 是故意把它写成这个例子的 实际上 我们 在书上呢 一个 其实应用 这种思想 用来计数的 很多 书上这个 下面一个例子 是最重要的 第十一节 对 六十三页 六十二页的底下 六十三页 六十二页在下面啊 说了立二 立二上面还有一段话 刚才是瓷砖啊 他说把这个瓷砖 换着手桌 换一个圆圈 上面串六个珠子 三个白的 三个黑的 他应该有几种图案 就不 就完全跟刚才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瓷砖是不能反过来的 这个手桌这么看可以 这么看也可以啊 可以翻过来看啊 所以他又多了一个 情况了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立二里面呢 就是 这个立二的第二行 里面说 他由六个碳原子 排成六角形 这个话 写得有问题了 是正六角形 排成正六角形 大家记住 他第二行 就立二的第二行 他由六个碳原子 排成六个 排成正六角形 这个图形呢 在六十三页上面 这也画错了 他画的不是正六角形 这我是随手一画 结果招了 应该这个六十三页上面的 那个图 应该是正六角形 那么就是中间不是一个圈吗 有六个碳原子上面吗 那个是个正六角形 正六角形外面 每一个碳上面 都带上一个分子 或者是氢 或者是CH3 这个中间 这个六个东西的名称 大家记得不记得了 这叫本环 对不对 这个本环 拿本去做化合物 就是把这个本环上面 添加一些东西 他说天氢 天上CH3 能做成几种化合物 这就是做化合物了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 还可以再加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做炸药的话 再加上 比如天上二氧化氮 比如什么东西 我也搞不清了 反正是做化合物 就是在本环上添 就是一种办法 所以在化学里面 这种问题还是很多的 很多的 那么这个计算的话呢 注意它有的是双线 有的是单线 单线不能变到双线上去 你比如旋转 六十度 不行 六十度就把单线 算到双线上去了 它不能够重合的 单线必须要转到单线上去 所以刚才六个旋转了 是不行的 只能是三个旋转 那么这个题啊 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吧 我们这个有一点这个 实用的背景 其实刚才这个嘛 你把它实际问题 有些别的背景 我们是为了简化 简化的磁砖 根本没这个磁砖 好 现在就 我布置一下这个习题 这个习题就是 六十三页上面 这个后面的一二三五 一二三五 六十三页上的西题 一二三五 好 今天就到这